关心华人的健康 加州全保最近推出最新的国语电视宣传短片 鼓励还没有健保的华人 赶快为自己和家人买下一个健康的保障 加州全保还提醒民众 1月15号之前要完成登记手续 健保可以在2月1号正式生效 而2月15号是今年登记最后的截止日期 请您把握机会 超过100万的加州居民 以透过Cover California来拥有健康保险 并享受它带来的好处 而您也可以 加州全保新一波的国语电视宣传短片 正在各大华人电子媒体网路上热播 加州全保执行长亲自来替这支宣传片造势 提醒两个重要的加州全保截止日期 1月15号前完成登记 你的健保2月1号生效 2月15号截止日前登记 3月1号健保可以生效 皮特里鼓励还没有健保的华人民众要把握机会 受邀出席的新任加州财务长张俊辉 大力的推荐加州全保给华人 肯定加州全保为加州民众提供可负担的健保选择 现场来自华铺的民众 为加州全保做见证 分享有健保的好处 同时主办那位亚美工艺促进中心 请出了在亚裔社区第一线 帮助民众登记的保险经济健保顾问 以及社工人员等幕后英雄 送上感谢与祝福 而华人最大的保险经济 帮助许多华人成功买到加州全保 就是希望有这一份的保障 来为华人的健康把关 我们看到那么多统计数字 有多少人破产 不是因为他乱花钱 而是因为他没有健康保险 一起高呼 加入加州全保的口号 皮特里还特别强调 投保的个人和家人的移民身份资料 绝对不会外泄 要请民众来放心 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 可以上加州全保的网站 或者是找有专业的华人保险经济 来办理登记 以上东西新闻 吴中国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